Hello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到这个MAYA商场了,主要是给我的这个泰国银行去换一个电话,顺便我要去问一问,如果我去到这个土耳其,能不能去刷卡啊,支付啊什么的,这个要弄好,因为我大部分的这个钱啊,都是油管给我发的,但是啊,今天也是挺倒霉的,MAYA又停电了,上一次我跟,不是我说的MAYA,是MAYA商场,大家不要误会啊,上一次我记得我们刚来这边去吃这个海底捞的时候, 我就停电了,怎么来,每次我一来就停电啊,什么情况,你看啊,有些灯已经关了,就不知道这边的电力系统是啥反应啊,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开泰银行了,我先进去拿个号,问一问对吧,现在已经取到号了啊,顺便给我这个银行换一个手机号码,这里人也不是很多,很搞笑,刚才我用这个谷歌翻译,就是说土耳其的泰国, 怎么说,我是用英文翻过去的,结果上面来了一个火鸡,很搞笑,但是真的也不是这种读法,它很多的称呼都是音译过来,这个呢,泰语的土耳其称法,就是土耳其,土耳其是不是很像英文,对不对,我应该读的没有错啊,我听一听,先给大家听一听火鸡, 那这个是错误的啊,哎,听到了吗,好了,那我准备去办这个喽,我是12点多拿的这个票,现在已经1点多了啊,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那柜台都没有人,以后大家就是说开泰银行,妈呀这边就尽量别来了吧,哇,这服务是崩溃了都快, 好了,我们现在办完那个了,我跟大家说一下,泰国银行的这个境外支付啊,如果我是取现的话,就是每一笔它都要收我100泰铢的手续费, 还有一个呢,就是有一个汇率差,收2.5%,等于是我取现金,或者说刷卡消费1万铢左右,除了手续费100泰铢啊,还得再乘以2.5%的这个费用,就是汇率浮动差,他们叫,所以说我这次打算泰国银行应该是不会使用的,就是留着做个备用的吧, 然后我们出门,就刷信用卡就行了,但是话再说回来,妈呀这个开泰,我是不会再来了,今天真的是炸了, 两个小时啊,我就换了个电话号码,废台还没有换了,最后还是打电话人工,到这个自动取管机材,弄完的,啊,走,哇塞,选美冠军啊,这个是真的可以啊, 今天赶上好日子了,是吧,今天是可好日子,走,我们过去看一看,好像是一个选美, 哇,这身材一个月都这么高,然后你看这边呢,这是今年青麦小姐的选美场地啊,我旁边这是品牌的一些赞助,怪不得那一排牌那么高啊, 对吧,对吧,打长腿啊,身材又好,现在台上开始走秀了,你们真的是有眼福了啊,还可以跟着我, 半个这个还能看到美女,怎么没有青麦帅哥去选秀啊,然后我们也让女性观众去一保眼福,对不对,但是真的可以了啊, 你们觉得这下来这几个谁最美,啊,他这个眼睛真的是,哇,刚才看了我的眼,好,现在是,又换下一批了啊, 我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,他说有白色的告别了,就是八十九年, 我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,他说有白色的告别了,就是八十九年, 好了,你们去选吧,本来换这个电话卡换的让我一度的活啊, 刚才看了这个选秀的心情啊,一下好多了,这话好像不敢说, 我给大家看一看现在玛雅门口的装饰吧,前年的时候,往年这边都会有夜市, 尤其是对面那边,很多吃的,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, 我们很多人在青麦阔尼啊,那时候虽然有疫情了,但是呢, 那对面的吃的呀,很多很多,今年就没有了,包括玛雅门口也是, 现在只是放了这个笼的这个装饰啊,包括大门口挂了很多的灯笼, 小摊呢是没有多少了,哎,哦,其实也还好了,对吧, 比起那个,叫什么来着,就是唐人街还是差了很多, 其实唐人街啊,也吸了不少商贩过去了, 呀,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退出来休息了,这是中场休息区域啊, 每年一度的青麦小姐选美的场地都是换的, 是,有的怎么说呢,因为泰国还是有很多的混血美女的啊, 好了,再见,我们要走了,哎呀,这都进来电梯的人都这么喜庆的吗, 我们现在开车了,像他们这个青麦小姐选美这个冠军, 每年好像这个奖金也没有多少钱,就一两万柱我听着啊, 就在新闻当中看到的,该办的事情办完了, 把今天该弄的也弄好了,我们现在准备就是说要走了嘛, 是吧,还有一些东西啊,要处理好,包括我家里这边呢, 呃,要怎么说呢,该卖的要卖,以前开店啊,剩下了不少的东西,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号,因为在泰国是这样, 我之前办的手机号呢,呃,因为确实因为套餐的问题啊, 每个月都要一千多泰铢,真的是很贵,那最近呢, 就发现各个运营商好像在搞活动啊,很便宜, 好了,这都是题外话,那还有一个也是签证的问题, 我现在要办好这个回头签,对吧,如果我出了泰国之后, 那回来的话要有一个回头签,不然啊, 我的签证就作废了,我想了一下, 我的签证应该是六月份就到期了, 还有驾照啊什么都过期了,还没有去补办, 那段时间不是因为疫情嘛, 青迈这边的交通局都是关的, 这两天我看找个时间吧,我们一起都弄了吧, 所以说啊,过年是真的不省心, 可能不像你们,如果回到家跟家人团聚,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, 其实话再说回来,现在的过年开销啊, 对于一些家庭来说,我想应该是开销很大的, 首先在孩子压岁钱这一方面, 那我跟乡哥,我们聊到之前说, 孩子给压岁钱啊,他们都是几千几千的给啊, 哇,这个真的,你说普通家庭能给得起吗, 当然江浙户地带,可能消费就比较高一些,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,就是说, 压岁钱我姑姑啊,我姨他们都是给个十几二十块, 那都很多了,我到年底的压岁钱也就是, 百十来块钱,一百多两百,就这样的一个, 我就觉得哇,好多钱这样, 现在可能更不一样,所以说有时候回乡过年的话, 关于这方面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啊, 碰见这个,呃,就是亲戚的孩子发红包, 又或者说孝敬这个,孝敬那个, 的确压力很大,我希望你们, 砍开一点吧,对吧, 当然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, 刚才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, 就是说我妹妹今年就自己一个人啊, 拎着一些,呃,行李, 不是行李,就是礼盒啊之类的, 开着车去走亲戚了, 啊,每年就这个时候去, 就是最头疼的啊,逛亲戚啊,什么的, 然后呢,我记得像我们逛亲戚都是我几个姨的孩子, 我们在一起啊,就大部队去我舅舅家嘛,乱七八糟的, 哎呀,这我都有转眼间四年五年, 没有,没有这样去,去逛过了, 因为也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啊, 哎呀,但是呢, 今年回不去,明年也不一定啊, 所以说好好的挣钱吧,对吧, 拍好视频逛一逛, 趁着现在呢,回不去, 睁眼看一看世界,对吧, 好了,那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 记得关注订阅点赞啊, 过两天我给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叫啥来着, 就是驾照的补办啊,什么的,好吧, 顺便给大家来点干货啊,再见。